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告诉大家颁奖礼是一场游戏还是一场梦 想知更多内容只留意明晚8点102观星总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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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又要看景、搭景 因為香港實在可以燒的地方不太多 沒有,不看 沒有,你真是生氣 我已經盡量說不多 你說沒有 走暑也不可以燒 但你爆 我知道導演,其實你做資料搜集上 亦做了很多,不僅是場景方面 譬如很多傷者在火災中 其實都是比較多吸入龍煙才有事 因為我本身也有朋友做消防這一行 他們經常都告訴我 其實消防員面對最大的敵人是龍煙 有些消防員火場有很多 但也不是經常見到煙 而他們要在這個情況下如何救人 而救人最大的敵人就是如何跟龍煙鬥快 但你拍攝時,很多龍煙場面 自己進去那一刻怕不怕 我訓練時會比較害怕 全部都是正統訓練 進去龍煙室 我真的看不到 很害怕 還要抬那個假人 假人出來 我自己都未能解決自己 但經常被扣掉 然後又撞到頭 其實很多這些事情發生 所以其實我覺得消防員這個題材很吸引 首先 因為很多人都誤解了消防員那個 那個入火場 很英勇的 救火真的沒有錯 他們是很英勇的 但更加面對得多 而且大家未看到是他那種恐懼 其實我自己拍完這部電影 就會完全體會到 因為你進去後 只有一個救藥系統 有限的藥系統 而在這個有限的時間裡 你就要在一個完全 unknown的情況下 但你要救人 那要怎麼救 你要克服自己的東西 先保護自己 再去救人 很累 對 即是說起都已經覺得很累 但事前做的訓練中 除了剛才說要去龍煙室 或者應付一些其他情況之外 體能上要怎樣的訓練 極快的挑戰 這是我意想不到 因為坦白說 我從來都不… 不太怕我的體能上 因為我自己有溫度 所以我自己也挺密 而且挺好的 但我這次拍完這部 我真的覺得… 拿了命 真的拿了命 拍完出來就是這樣 全部人坐在那裡就是這樣 他們說有點虛脫 不是有些虛脫 是虛脫 全虛脫 因為你… 連拍到連真正的舒服員都過來 你們真是辛苦 他們說其實我們都沒有那麼辛苦 每一場拍完都要做 因為其實… 為何會說消防員 消防員都說我們辛苦 因為他們說 其實我們進入火場是有限的時間 就是我們不是隨便進入 亦都沒有時間規限 因為你在指定BA的陽系統 的法定時間裡 你還未到底的時候 你就要換人而走 這是安全理由 但我們是沒有安全理由的 所以導演… 而且我們是沒有法定時間的 我們每天14個小時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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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那個底是14個小時起 是 接著就無限拍 是 那消防員回一放熱癡 大家全世界都知道 我們是每天的 回三十日一放零 所以每天都背著這套東西 每天都… 穿著那套衣服 因為那套衣服是… 是防火的 是 不透氣的 變成BA等各樣東西 加上都三、四十磅 起碼 但導演會否也體諒 導演更糟糕 導演說拍到中間就是… 膽石 是否膽石 神石 神石 然後神石你才會痛 神石應該是痛過山仔 神石是痛到他這麼癮 痛他也受不了 他太暈眩了 暈眩了白色的臉 真是 最棒的是入連醫院 第二天要穿回來 就繼續拍了 繼續拍 其實導演在現場也感受到非常辛苦 因為這套衣服本身的規模又大 而且牽涉到很多不同的演員 也有一定的危險度 你不要以為 雖然我們是有特效幫助做煙 但有一件更難搞的 就是他們演員 首先之前去訓練的時候 已經要感受了龍煙的感覺 然後到我們拍攝的時候 你要想像龍煙是怎樣來的 然後再在裡面演戲 加上那套制服我也穿過 因為我在裡面 大家在大事後找 我在裡面是做了一個替身 我每一個角色的替身都做過 都做了嗎 我做過謝凌峰 做過余文樂 做過胡君 做過陳偉廷 是 即是很難找 還有畫哥 還有畫哥也做過 我做暈 我做暈 所以那套制服其實跟我形影不離 即是誰… 譬如那些時間… 即是他說 這個畫哥還未到 等我來吧 那現在穿起來了 所以那套制服有多重 以及有多難去控制 我是完全知道 我們也因為有一場戲 要穿著這件制服來跑 而跌傷了一隻手 所以我是絕對明白演員的痛苦 但因為我知道他們有多痛苦 所以我希望他們更加痛苦 如果不是他們… 即是沒有給他們休息 所以他們要在這個痛苦的情況下 才知道原來消防員在裏面 救人的時候是多麼嚴重 能夠演出那種戲 因為有一個面罩 雖然我們不是整套戲都戴實 但也有很多部份 是戴著這個面罩去做 怎樣能夠只見到你的眼睛 但已經感受到你在這個環境裏面的 所有的感受 而傳達到給觀眾接收 這個是相當過難 相當之困難 所以我也覺得是 我面對的壓力反而是少 我只不過是叫他們 那麼多人一起玩 我受不了 可能只是捱彈的事 和年紀大 但要怎樣找這群演員 傳達我這個信息和感覺 才是大家一起處理的最大問題 但其他演員 全部都受傷 全部都受傷 但會否影響過拍攝 如果是這樣 沒辦法 我第一次拍電影 現場有… 甚麼 有救援 有救援 有按摩 你想想這麼好服事 當然是有多大事 才會有這麼好服事 我都沒見過 我拍攝了這麼多的電影 都沒試過現場 會有醫療 通常跟長的醫療 都不知道他走到哪裏 而且他沒有事 但我們這部電影 無論台前或幕後都是受傷 例如我們幕後 也有些人有造景的 我見過有一次 二樓掉下來 整裂了臘骨 然後戒破了手 戒破了手 全隻手戒開了 對 拖開了 很多這些疾發的情況 也有很多 華哥腰骨受傷 然後亭峰有危險的動作 肩膀受傷 樂仔有呼吸困難 很多這些問題是不斷發生的 是 但導演其實之前 未拍過災難片的題材 為何突然會說 不如試試拍災難片 其實這個我想是一個戲劇 我從來不會用一個類型片 去思考我的戲 我首先是想了 究竟我想拍些甚麼 還有我有些甚麼 覺得會很好看 其實災難不是一個最重要的元素 我其實想拍攝這群消防員 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人性 以及我們平時見到的消防員 可能全都很英勇熱血 然後很衝鋒陷阱 但其實他們也有他們軟弱的一面 他們也有他們關於事業上的私心 也會有一些人和人之間的矛盾 我覺得這些才是最大的一個元素 而在這些情況下 他們還要入火場去救人 面對黑暗的時候 因為不知道 另一步的危險是甚麼 就會產生恐懼 就會產生一些恐怖 而怎樣跨越這些恐怖 而可以再向前走一步 我覺得不單止是 戲裏面的消防員面對的問題 亦是我們全香港的人 都會面對的問題 甚至世界上 在現在這個年代的人 會面對的一些問題 我們不是的 抹黑消防員 而是 消防員真的會怕死 消防員和他都會恐懼 消防員都會有低潮 消防員都會鑽牛角尖 他都會有自己的憂慮 會 我覺得這次導演 寫這個劇本好的地方 反而是在這裡 因為 我想 就像你所說 拍過 這麼多次 無論是電視劇 電影 都拍過《消防員》 所有的消防員 當然都是贊重消防員的英勇 我們都會贊重消防員的英勇 但我們同時也會說出 其實他們不是想尊重 好像任何事都不害怕 其實他們每個人都有弱點 即是華哥是華哥的弱點 我是我的弱點 庭峰是庭峰的弱點 即是每個人 怎樣每個人都有弱點 每個人都有他們的陰暗面 當他們聚集在一起 他們怎樣去互相彌補大家的缺點 怎樣互相去幫大家 去逃離這個地方 或者去拯救一些人 這才是一個問題 即是很拍攝的地方 很看的地方 因為 我覺得這次訪問 我必須要跟大家說 其實你們不要想剃進來看 爆炸大災難 得記大片 我想更多於是感人的一面 這部電影是一個以人物出發的 即是感性的電影 男人的感性的地方 以及男人的內弱的一面